大家好 今天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 跟大家拆解今天的时事热话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都首先默哀 因为上星期六 水警女高级督察林软仪在执勤的时候 追截走私船期间堕海 胃体昨天找回 不过一众很冷血的黄友继续落井下石 甚至连一些连锁的快餐店 都似乎疑似的卷入了秋水的移魂 令到香港警察队援助级协会主席 林志伟都忍不住发信去跑轨 暗斥冷血者是禽兽地说 我们跟大家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脈 由于这年多中港者一直都未通关 过往蚂蚁搬家带货的形式 已经不复存在了 很多走私的集团就改为水路运货 猖欠的程度 我想大家在网上看的影片 大家真是客气了 我想他们有几十架走私大飞 在海上飞池的情况 你以为在拍片 其实在上星期六 警方在沙洲对开进行反走私行动 期间水警快艇锁定了走私大飞 双方在海上追逐的时候 大飞就恶意撞向水警快艇 令到船翻了 艇上的四名水警跺海 其中有三个人获救 林苑怡高级督察就失踪了 去到事发第三天 即昨天在大嶼山二澳海面 拿回Madam的遗体 自从Madam的发生这件事之后 其实这几天 讲真那句 我想大家上Facebook 或者社交媒体 看到那些黄友 你真是活发指 讲真那句 大家都明白 其实无论在占领中环期间 2014年 去到2019年 去到凡是警察有事的时候 那些黄友的恶毒 是可以多没人性 我想大家很难不去发指 其实去到证实了Madam真是殉职的时候 大家更加是变本加厉 其中高登音乐台就改歌 出了一首叫《堕海不好找》 当然是公然侮辱 令人发指 之后经文联立法会议员梁未芬 他就点名批评 亦都谴责亦都要追究 最终高登音乐台 首先将这个歌曲下了架 不过他们继续挑机 另外就出了一首叫《落架不好找》 你说真的是不是离了大谱 死者异议更何况是执法者因为殉职 眼见同袍受辱 林志偉当然是怎么容忍呢 不要只说志偉 其实很多香港市民都很难容忍 原作级协会发信提为人禽之变 他就说落井下石的人 是在空虚微烂的人生中 测传存存在感的 甚至骂他们 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人禽之变 希望他们今晚明晚和日后的夜晚 都可以逃离梦掩 安心入味 除了林志偉和林美芬之外 民建园立法会议员何俊賢 亦都有转载信件 在Facebook都有罵冷血者 他就说用任何物件去形容这班人 都是对这些物件的污蔑 说真的那句 我都不知道可以再说些什么 其实说真的 自从国安法生效之后 我都明白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证件 是否代表你是黄人 你黑暴之后因为国安法生效 你看到一些应该受到懲罚的人 而在在懲罚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网上 可以是这样做 说完这样的事吗 即是每一次你会见到 一是警队一有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蠢蠢欲动 除了一个人事件之外 昨天另一个值得很关注的 就是麦当劳出帖文 他就被侄儿抽水 我自己就觉得 不是错失来的 我觉得就是 你给些什么人 去出什么东西的 在Apps上 你不会有人审批吗 事源就是麦当劳手机 用程式 就推出一个 通知 就是介绍一些优惠的时候 第一句就说 跌了东西就是这样出奇 之后还写到 不找他就会走出来 你觉得可能真正巧 但其实被声讨 你是幸灾乐和 说真的那句 你任何人看到这个帖文 你稍为觉得 好像电台的网友 去包庇他 就是说 这首歌其实说真的 是很热的 你们不贴地而已 其实他们出些 出些帖文 出些信息 只是贴地而已 我想问 其实说真的 你出一个Apps 你代表一间公司 去出个Apps 的一个通知 去给你一些使用者 你们没有审批 没有审批的吗 写些什么 我就当 我当那个年轻人 他没有看新闻 什么新闻都不知道 没可能 对不对 如果麦当劳会请 一个完全不看新闻的人 那也有问题 对不对 第二件事就是说 喂 麦当劳有没有一个 批核审核的程序呢 你出之前 你不会审核的吗 不会 当然 有媒体就跟麦当劳说 麦当劳见到群情洶涌 麦当劳立即回应 补获 他就说 推广内容绝无任何不敬之意 或者其他含义 他说 对于信息 令人感到不安 并非公司的原意 仅此 深表协议 大家是否觉得似曾相识 读者 相信大家还记得 在7月发生刺警孤狼的事之后 当时就流传了维他奶一份声明 他就以事件来形容这个孔杂 又用不幸世世去形容这个孤狼 伤了警察后自杀 当然引起很大的牵连 维他奶就在内地的零售商 将全部维他奶的产品下架 更有传维他奶香港区人力资源总监 也辞职 离开了公司 当时大家媒体都不停在说 就算你内部下面 如果你有一些黄黑员工的话 喂 大哥 你都要 你都要 自己要将个机制去改好它 不会任由 什么都推到下面的同事 究竟麦当劳有没有吸取教训呢 就算真是无心之失 是不是在敏感的时候 发出一些令人质疑的优惠推广 就是这么大间企业的公关 其实在做什么呢 就是希望香港企业 不要再出过维他奶3.0了 其实我们无论是面对一些真人 去说一些侮辱的话 或者在网上可以任意说这些东西的人 其实是否法律上就没有东西可以做到呢 我们看法例 刑事罪行条例中 其实有一条叫做煽动罪 当中有第九条列明 煽动意图 它们里面的一意 就写到 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阶层居民间的恶感和敌意 相关的刑罚 就是第一定罪可以罚款5000元及监禁两年 其后定罪也可以监禁三年 你说侮辱执法者或者涉嫌煽动大众对警队的仇恨 究竟是否涉及犯法呢 相信警方一定会严正去处理 更重要的是政府对于这些黄型势力 是否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机会东山再起 可以再次显出 之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指出应有要立23条的必要性 我们当然不希望再有这些事情会发生 那最后我们再次希望Madame安息 并且早日緝空还她一个公道 好了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